政府課得了投資課 卻課不了內鬼 華南銀行在過去一年內 共申辦34件假房貸 金額合計5.2億元 直到檢調上門 才知道通通是假冒的 華南銀行 兆風銀行 發生問題 看起來一些 銀行從業人員的螺絲有點鬆 重大案子一定要透過機制來 他們本來都有一套SOP 沒有照SOP在辦 詐騙集團先是假冒個人所得 公司以及薪資證明 透過帶書向銀行辦理房貸 同時還藉此拉高房價 但背後買賣其實都是同一人 而為了避免人頭背叛 集團還申請不動產信託 由於34件違法抄貸案 調查都是同一個行員所為 華南銀行表示 當時缺業績才會從寬認定 金管會決定重罰300萬元 其實因為現在有 實價登錄的一個資料 所以其實透過一些 實價登錄的資料 或者是說廉政中心 提供的一個行情 他就可以從這些資料上面去讀 到底這樣子的一個購物的價格 是不是有超過行情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說超過兩成以上 可能就要注意 他是不是有超代的問題 好幾個假房貸案件 都位在雙北市地段很不錯 專家就提醒落實實價登錄 以及啟動不動產建架機制 才能避免詐騙案件再次發生 今天派內容周一蝶 台北報導